兄弟们 你们看小子这是咋了 怎么回来之后一直在发抖呢 娃娃快帮我想想办法 我好像被人盯上了 哎呀 你想多了吧 你长这样谁会盯上你呀 给你个大牌 我跳无情 娃娃会没和你他玩笑 今天我在蛋白岛寻光 突然看到两个蛋饭子在切切自语 还瞧着我这边看 他们肯定是看出了我的美貌 多了吧 我看你是自作多情 兄弟们 你们觉得小子漂亮吗 觉得漂亮的扣1 觉得不漂亮的扣2 现在肯定都是满屏的2对吧 你在叫我做事啊 不是啊 更厉害的还在后面呢 后面我喜欢乐园图也遇到了他俩 在小黑屋里烤火他也在 瞬间就来点缝赛他来也顶着我 他们肯定是要把我拐走卖个好家庭 好了好了小子啊 别吓唬自己 快走 我带你出去转转 那群蛋饭子肯定不敢 你压的 发生适合事了 你算是抓到你了 老老实实跟我走吧 完了 快救我啊 我去 小子被蛋饭子抓走了 这样的话 我岂不是能自己想干啥就干啥了 我又来了 你个没良心的 要什么说我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呢 就 必须得救 等我抓住那蛋饭子肯定得揍他一顿 来兄弟们 支持我旧小子的 点个赞 你们点多少赞 我就揍那蛋饭子多少下 好 好 好 不过去之前 我得先找个帮手 来 计价大佬 能不能陪我去救小子呀 可以 只要给足蛋饭 骨汤蹈火在所不止 哦呀 这个好说 偷偷告诉你 小子他爸爸 那就是能拿出十个一彩礼的人 真的假的 骗人的吧 骗你干啥 要是能救出他女儿 蛋饭想要多少又有多少 啊 战役涌上来了 事无疑似 我们赶紧出发 杀 你没搞错吧 那蛋饭子老家会在这 没错呀 小子的手机定位就在这 别磨叽了 大佬 咱们赶紧往上爬吧 小心这些沙漠里的流沙 会干扰我们爬这些台阶 大佬 我上来了 你人呢 哟 我去 你没什么人杀龙卷疯啊你 老六 我真的服了 这下面全是流沙和龙卷疯 我看咱们还是从屋顶上走吧 这里搭个箱子 继续往上爬 跳过这些障碍后 从房顶上滑下去 爬上这个沙漠楼梯之后 可以看到前面的路上全都是销毁 找准时间 我直接跳 还好我是个特种蛋 轻松过关 那鸡蛋大佬肯定赢 我真的受不了了 不是 这怎么一跟我搭档 连大佬都成小菜蛋了 这边居然还有弓箭 懂了 这里是拉弓箭爬下去呗 现在我们已经爬这么高了 应该不会遇到流沙龙卷疯了吧 卧底嘛 这么高的地方还有龙卷疯 这地里话不是数学老师教的吧 关你锤子是 哎 没事啊 只要注意别碰到沙球 这里基本也没啥难度 再往上爬 这里基本都是销毁 哎呀 这销毁给批发市场批发的是吧 这怎么跳都跳不完呢 哎呦 头痛 哎呀 真的头痛 通过旋转齿轮和前面的旋转轮盘 这里的沙漠叶子连续跳扑就能过去 上楼梯 然后利用风圈不断上升 到屋顶坐缆车就可以到达对岸啦 这后面的路简直就是飞檐走壁呀 最后爬上这个旋转楼梯 撑坐缆车就能到达小子定位的位置啦 哎 走 大佬 咱们杀进去救出小子啊 我来 哎 你小子哪里跑 你干嘛 好啊 原来那群蛋饭子是你的手下 赶紧给我把小子教出来 我不跑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算你识相 小子人哪 把他还我 我来 哎 还叫帮手 想打架是吧 托你个僵尸博士竟然还敢跑 感谢两位帮忙抓住了这个越狱犯 什么情况 你们不是抓走小子的坏蛋吗 误会 其实我们是蛋宰岛罪犯管理局的 因为之前和同伴每次商量作战计划 你的蛋搭子都在现场还总盯着我们 我们误以为她是敌方的女特工才抓了她 现在误会解除 我们已经派人送她回家了 诶 不对呀 可是她手机定位明明还在这里 哦 对了 她临走时手机忘拿了 正好你们帮她带回去吧 不是 合着我趴了半天 都白趴了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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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